台中購物節活動 因為購物金額 能直接轉成點數 變成線上摸彩券 不少人趁這時段買買買 配合購物節的店家這邊消費的話 想有三倍的這個點數的累計 也就是說花500元 可以等同放大到1500元的價值 有三張的這個抽獎券 不管是電腦音響或是監視器 台中電子街商圈裡通通有 我們電子街商圈的合作店家來講的話 業績都有提升二至三成 還有百貨公司參加活動 搭上週年慶 消費者不只有雙重優惠 登陸購物節APP 點數更是翻三倍 大約前場一到二千 以家電用品與化妝品 照為明顯 今年台中購物節主打庶民經濟 市府不只推出專屬的加碼抽獎 吸引民眾消費 也邀請各區在地店家一起宣傳 大家都是代言人 也幫自己拉抬業績 TVBS新聞李承佑紅彩輪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